1985年11月24日 美國《華盛頓郵報》頭版赫然出現了這名男子被捕的消息 他被指控在過去30多年裡一直向中共傳遞情報 一夜之間成為各大媒體追蹤的焦點 他是美國逮捕並定罪的第一個紅色中國的間諜 他在美國潛伏時間之長造成的破壞率之嚴重 可說是前所未有 他究竟是誰 在幾十年的時間裡他過著怎樣的雙面人生 這樣的人生當中又有多少偽裝和謊言 這名深深地掩藏在美國中情局裡的岩鼠 又是誰出賣的呢 這名風格是你 看我是如果是來自成為的 你在今夜之間因為我已經很討厭了 在這名店上 警票之分 都是誰 他們請問想這個地方 還是誰 ? 真的